樓市跌浪未指 來自大型屋苑的樓價 或許可以虧之一二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王良聲表示 剔除豪宅屋苑後 在112個大型城份屋苑中 暫有73個屋苑今年內的調整尺價跌幅超過一成 佔比約達六成半 當中 別世最明顯屋苑維馬安山新港城 11月份綠得尺價為1.44萬元 與去年底1.8萬元尺價相比 年內站綠得20.2%跌幅 其次為九龍灣得寶花園 本月尺價跌至1.47萬元 相較去年底每尺達1.84萬元 年內累跌20.1% 至於年內累跌接近兩成的屋苑分布全港各區 橫花圈累跌19.4% 尺價61.33萬元 沙田第一成跌幅亦顯著 累跌18.9% 現尺價約1.45萬元 屯門市廣場跌幅至累積至18.6% 本月尺價為12.2萬元 約以四區劃分 港島及九龍區大型屋苑樓價累積跌幅約一成半 分別為14.9%及15.2% 同時高於整體大型屋苑14.3%的跌幅 新界兩區的跌小則低於大市 新界東陸得14.0%跌幅 新界西則跌12.7% 個別跌幅較小屋苑方面 包括有家亨灣、翠勇華亭、 遇港灣及柏麗灣 錄得跌幅介乎3.6%至2.3% 大最新駅 雙軟動 雙軟動 雙軟動